现在这个Activity,那特别主要,这个地方不能用刚刚那个,用TOS 里面的话,有get a weekend contact,不行喔,你一定要怎么样,一定要把这个类别的名称叫main activity,特别在这上面嘛,Ctrl C 一下,然后呢,把它贴到哪里呢,贴到刚刚我们这个地方,小瓜糊里面,也就是说告诉他,我现在的画面控制器是main activity.list,就是.list 就是我现在的这一个Activity,这个用法比较特殊,也不能叫特殊啦,就是告诉他说,有点像你今天去人家家里,你要知道说人家爸爸是谁吧,老大,你到一个地方,这老大是谁,你要至少要知道一下,那由谁管理嘛,比如说到这个教室,你要知道这教室是,老师有没有在上课,对不对,至少你要知道一下,OK,那这里的话,你就是,这个时候就建一个什么,A,这个A的话,实际上就是, Alan Dialog的实体化,OK,应该懂这个意思吧,这Java也是这样用的,然后呢,enter一下,我们就可以A点下去,A已经实体化之后,它里面有方法,这个方法就是set,那我刚刚讲过就是说,我Alan Dialog上面会有,第一个是title,对不对,所以你要什么,set title,set title意思说,你要给它title名称,那title名称比如说叫什么呢,叫,我看一下,这边好像,我做了,这个第一阶段, 第二阶段,第三阶段,这边有,set title的话,title名称就是什么,确确定视窗好了,比如说我这个要,叫这个名称好了,确定视窗,再来就是set message,是否结束,再来set positive button,确定,对不对,native button,取消,那最后就show,这个是固定的,固定流程,以后的话,你只要要建 Alan Dialog,都是这几个步骤,不会变的,OK,所以我们step by step,给各位看一下,这个画面在云端上都有了,我只是在操作一遍,给各位看,然后比如说这边的话,叫做,确定视窗 OK,确定视窗,OK,所以第一个是,那个set,然后第二个是什么,set什么,set message,所以打一个set,setm一下,message,然后里面的话,自己自己打上去好了,是否结束,然后在a,点什么呢,set,p,打一个p就可以了,你会发现,这边有个叫set positive button,OK,然后,我要给什么字呢, 确定,所以自己打确定,那listen的话,暂时没有,也就是说,暂时你按一下那个按钮,它不会有任何作用,给怒我就可以了,给怒,OK,好,当然,在这个按钮上面,你也可以建一个listen,不过,在这边建listen,有点复杂,不过也不会太复杂,怎么做,我等下跟各位讲,再来的话,就是a,点,set什么呢,native button,就是,如果二点叉是右边那个,打一个, n就可以了,native,其实有两种,native button跟nature button,所以,如果你要建三个的话,很简单嘛,就是,part button,nature button,再native button,所以这边的话呢,我们就native button,然后,里面就是取消,那listen的话,就是怒,先打怒好了,OK,最后的话呢,记得就这样,a,点,show,记得把它show出来,show,OK,好,那这边的话呢,我们就完成了, 那,完成之后的话呢,那各位看到的结果,我看一下是不是这个,类似像这样,我这边再把它run起来,给各位看,基本上应该是这个吧,我看一下,那如果按确定,不是这个, 这个,后见长按,也可以跳出我们要的,这个,有没有,这个时候呢,如果你分别,打上这个,这个地方就会出现在这里,这个里面的字就会出现在这里,那这个的话,指的就是,这个东西,这个native button就指的是,这个东西,那最后记得点show,OK,这个就是ln dialogue结构了,应该可以理解这个意思吧,好, 好,那我想各位先试一下,那等一下,不过特别注意就是说,你现在按取消跟确定,它都不会有动作,它都回到原来,它也不会把什么呢,把这个app关掉,那如果说我今天需要按确定,它就是什么,去执行finish的动作的话, 诶,该怎么做,在ln dialogue如何建立事件,这个也非常麻烦,不过一般书里面也是写的,不是很清楚,我也是,我就看半天,不知道书,这个ln dialogue如何建事件, 有比较简单的方法,我提供给各位了,来,画面先还给各位,试一下哦